中共糟蹋人才留学首选美国 爱国学者私房化曝光 纽约起诉川普集团多米诺骨牌会倒下吗 其讲话标示习式统治的路向 踏错一步 这国恐轮中共殖民地 越来越多的中共爱国学者暴露其赴美式生活 反美式工作的立场 日前网传一段视频显示 被民间称为中共国师的鹰派学者李毅 在私下直言中共体制糟蹋人才 想继续深造必须走出国门 而且首选美国 李毅已吹捧中共和抨击美国著称 据报道 这段李毅的讲话视频 无法判断拍摄的时间地点 但他在讲话中提到两位老总 显示或是在某个私人聚会中 对一些商业人士讲话 另外 他特别提到 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人才的态度 显示可能是在川普执政时期 李毅在讲话中称 在场的老总们想继续深造的话 最好走出去留学 而且首选美国 他称 目前中共教育非常落后 而且整体上全中国都在糟蹋人才 各个单位或企业的本地人员 为了个人利益都对能力超过自己的海归学者进行打压 该视频在网上流传后引发热议 有网友批评李毅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还有网友愤怒地表示 李毅心里什么都明白 就是为了政治利益 帮当局忽悠老百姓 此前被民间称为中共国师的鹰派学者李毅 履出反制言论 他曾经声称中国疫情死4000人等于没死人 而引爆网民怒火 日前又流出他在一场犯局中的发言 声称即使用核武器打烂台湾 也没什么 只需从大陆移民过去即可 在李毅之前 还有很多著名爱国学者被揭露其个人生活 与美国存在 密切联系 包括公开反对留学美国的金灿荣被曝 为留美回国的儿子儿媳举行婚礼 反美斗士陈平自曝在美国 德州定居等等 我们的时光故事第39期今天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美国法院裁定的一件 女巫冤魂索命案 这也是美国官方唯一承认的灵异事件 看看一个来自民间的灵异事件 究竟是如何得到官方认定的 我们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关注 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川普集团和集团资深财务长 维索伯格一日遭到纽约市迈哈顿检察官 以逃税 串供和伪造经营记录等罪名起诉 川普随后则指责 这次调查行动是政治猎物 对于案件接下来的走向 哈佛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兹 三日在接受美国媒体极限新闻采访时分析 纽约市针对川普集团及其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伯格 提起的与联邦税有关的指控 最终将被驳回 因为纽约市无权过问联邦税 不过 德肖维兹教授也认为 纽约市会以坐牢来胁迫魏塞尔伯格反川普 据报道 德肖维兹三日在接受极限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当美国国税局甚至没有追他时 你无法让一个城市地方检察官起诉某人 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 针对川普集团的其中一项主要指控 是对美国政府的重大盗窃 这表明纽约方面准备在多大程度上 扩大现有法律和宪法 以赋予他们对联邦税收的权利 这是荒谬的 采访中 德肖维兹教授直言 如果魏塞尔伯格不是为川普集团工作 他永远不会被起诉 他最多会收到美国国税局的一封信 信中会说 你有一些欠税 请连本带息支付一下 不过另一方面 德肖维兹教授认为 这个指控的最终结果将会根据 魏塞尔伯格是否会转变立场 反川普而定 如果魏塞尔伯格不改变立场 就会被判坐牢 估计不会是很长的星期 一般像这种税额比较少的犯罪 要么不坐牢 要么坐牢时间很短 如果魏塞尔伯格转变立场的话 那就意味着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这也正是这场指控的目的 最终目的是唐纳德·川普 这位声名显赫的哈佛大学 退休法学教授特别强调 他不喜欢有些人 把这种做法用于政治目的 或者用于试图阻止 像川普这样的人竞选总统 如果这样下去 任何人都有危险 他坦言 尽管我没有投票给唐纳德·川普 我投票给了乔拜登 希拉里 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 我是自由派民主党人 但我对这种执法方式感到震惊 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你都知道你是下一个 如果他们可以用执法技术 来对付前总统和他的人 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对付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 中共建立百年庆典花费巨额资金 在中国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组织动员与宣传准备 想昭示的内容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几乎被挖掘出来的各种凶兆传闻 中共将突然崩溃 嘲笑声等淹没 与此相对 习近平七一讲话预示着他执政下的中国方向 却完全未被关注 海外食品人士何清莲撰文分析 对于习近平接下来是否要闭关锁国的问题 目前中共在经济上完全没有条件闭关锁国 主要资源对外依赖性太强 尤其是石油 几乎68%需要依赖外部供应 即使是粮食 也有将近30%需要进口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资源短缺 对外依赖强而能闭关锁国的国家 至于中美关系 接下来将朝哪个方向发展 文章指出 作为经济关系 双方彼此都有很强的依赖性 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将是今后的主调 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习近平会效仿毛泽东还是邓小平 文章分析 习的精神底蕴来自毛而不是邓 比如习本人最喜欢用的外部势力一词 在他心中指代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甚至就是美帝国主义 这正源自于毛 文章分析 如果中共政权没有按照一些政治反对者预想的几个脚本 比如百年气数已尽 发生接班人危机 因某种突发事件崩溃 或者因全体官员躺平导致的国家机器失灵 习近平的统治将继续下去 其讲话已将这种统治的特点描述得非常清楚 在党内将以反腐作为保持党内政治忠诚度的工具 整合国内民众将以爱党爱国作为鉴别标准 而不是毛泽东那套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身份政治 在国际社会 依然持之以恒的以美国为意识形态敌人 文章最后写道 但是无论怎样 对于邓的市场经济与对外经济开放 习近平绝不会放弃 大外宣尤其是在英文媒体上的力度 则是撒钱的多少而定 邓小平当时穷怕了 认为穷国跟着中共只为了要钱 断了非洲的援助 后果很严重 江泽民做了补救工作 以挽回友谊 如今中国变阔气了 习近平花钱购买国际影响力的手笔 绝对比他的前任要大 一直以来 中共一带一路的批评者指责北京利用港口等大型项目 设置债务陷阱 故意让伙伴国家陷入无力承担的贷款中 从而让他们放弃其他战略资产的股份 据最新的报道 北京当局如今透过一带一路 实际控制东南亚国家斯里兰卡 备受瞩目的基建计划 这使得该国不久后 恐将沦为中共殖民地的疑虑重新燃起 据日本经济新闻一日报道 随着中共持续扩展在斯里兰卡的据点 中共港湾工程公司在首都可伦坡郊区 全长17公里的高价公路计划上月获准 依据协议条款 港湾工程公司可以拥有该公路18年 以收回本金赚取利润 之后再交还给四国当局 这使中共港湾工程公司成为第一家 拥有斯里兰卡公路的外企 对此 斯里兰卡反对党国会议员希尔瓦表示 这个项目已筹划多年 前政府曾希望以公民营合作方式兴建 而初估经费达10亿美元 早在2016年当政府寻求投资人时 一份可行性研究发现 该计划建设无法纯粹以BOT 也就是新建议经营转让的模式完成 这正是中共港湾工程公司准备采取的模式 斯里兰卡的学者也指出 即使BOT模式对国家友好 也应该是以公平竞标的方式完成 这项计划应该让国家而非个别企业受贿 更何况这项目还存在许多疑问 日新的报道指出 目前中共港湾工程公司在斯里兰卡 有许多重大工程项目 包括汉班托巴港 以及拉甲帕克萨国际机场 由于无法偿还巨额贷款 斯里兰卡已将这个战略港口 及周边1.5万英亩的土地 租让给中共99年 尽管斯里兰卡当局标榜 该港口城将成为未来的金融中心 但占地269公顷的计划 已经引发批评浪潮 不仅如此 中共港湾工程公司 在斯里兰卡还卷入了数起丑闻 包括2015年提供前总统 拉甲帕克萨竞选经费 调查发现相关经费高达110万美元 此前就分析指出 中共把国内那套官商勾结的 腐败做法输出海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式重灾区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